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视频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作者,因乐传真正国人要看清日本的历史和政治,就绕不开你一样的天皇制,今天笔者就和大家聊聊天皇,所谓的末世依系现代保留君主制的国家有不少,但像日本天皇号称末世依系,从未改朝化代的,全世界似乎获此一家,天皇皇居按照日本古书记载,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今天的平成天皇, 以历经125代2678年,虽然不都是父祠子祭,甚至还出现过南北朝的分裂,但传承从未断绝血也是一个奇特的存在,1940年昭和天皇15年,是日本皇纪2600周年,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,天皇的造神运动也达到顶峰,日本为此举行了长达一年的盛大庆祝活动,连1940年定型的日军战斗机也以2600后的临时命名,当然,天皇后, 天皇的最初记载都是神话,古世纪日本书记记载神武天皇享年127岁,第五代孝昭天皇114岁,第十二代景星天皇143岁,水分显然很大,神武天皇御灵不过,日本皇室一千多年的历史还是可信的, 关键是从未改朝换代,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却是朝代更别兵凡,即便是大义统王朝也才居百年,如唐朝289年,明朝276年,清朝268年,日本天皇至为何能这么长久? 日本天皇号称神的子孙,于上天血脉相连,血统纯定最重要,当今宁人天皇前今年心脏病手输输血,也或输自己的血,就是观念上不能让外人的血进入天皇体内,所以天皇和上天紧密相连,这种观念深入日本文化之中,虽然日本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贵族豪强,乱世枭雄,但他们都不能推翻神的后代, 取而代之,明治天皇中国立代王朝的皇帝,也自称天子,但和上天并没有血统的联系,皇帝或是代替上天来统治地上的子民,关键要有德,即拥有治理天下的能力,所谓天下者,天下人知天下也,唯有德者居之,上天选择有德的人当皇帝,如果天子适得引起上天发怒,天下示警,天子必须反省自身是否得行有亏,否则就会发生异性革命,改朝换代, 所以中国朝代的皇帝和日本天皇完全不同,唐太宗从神道人间太阳,神在日本称作天照大神,他的武士孙俊说就是首带神武天皇,所以天皇是神的子孙,明治宪法规定,天皇神圣不可侵犯,天皇为现人神,总蓝统治权,是陆海军统帅,而习时发布的军人赤语,教育赤语,更规定军人,要对天皇尽忠守节,国民要中军爱国,明治天皇1912年去世时, 日俄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乃木西点大江夫妇竟然自杀是死,可见天皇造神命动对日本国人的蛊惑,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,昭和天皇御人赵建廖指挥官南林中江,他也算高级将领料,在天皇问话时竟然紧张的语无伦次,连家相会今的土话都说出来了,天皇的神道和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的对外侵略战争中相辅 给世界多国造成料巨大的伤害,1945年8月日本投降,许多国家都主张将御人天皇列入战犯名单,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认为如果审判日本国民心中的神,美军可能陷入游击战的困局,反对将其视为战犯,御人天皇侥幸地逃脱料法律制裁,迈克阿瑟与御人天皇不过,天皇的神格必须否定, 在蒙经事议下,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表料人间宣言,要明自己是人不是神,作我否定料天皇永有的神权,1947年日本实行新宪宪法规定天皇或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,天皇走下神坛,天皇没有姓,年号取自中国典籍在古代日本,姓是用来表示只为货攻击的,天皇赐给臣下使用,天皇因为是神的后裔就不需要姓料,所以天皇以及皇族至今都有名无姓, 不在户籍法的管辖范围之内,现今的皇室成员家子公主喜欢滑冰,她报名参加比赛或能用父亲的公家邱小宫,代替而登记为邱小宫家子,家子公主不过皇室成员的名字也有一定之规,自858年先和天皇以来的传统,名字都是两个字,皇子其中一个字必定是人,皇女其中一个字必定是子,然后在名字的前面加上孙称的公号,比如,现今皇太子的名字是昊公德人, 这里号公,是孙称的公号,德人是名字,德人皇太子的女儿被称为进宫爱子内亲王,这里进宫是公号,爱子是名字,内亲王公主是爵位, 号公德人媒能继承皇位的皇子,在成年或成婚后,可创设公家,应由天皇赐下公号,此处的公家不同于最为幼年孙称的公号, 比如现在的天皇次子邱小,公文人亲王,他幼年公号是李公,成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公家,邱小宫,成为公家的当主, 二战后,皇家无法维持昔日的庞大规模,许多公家脱离皇籍,现今皇室或剩下四个公家, 即邱小宫,长鹿宫,三立宫和高原宫,这四宫均为大正天皇的后代,近代日本天皇, 设续为宁治牧人,大正家人,昭和玉人,平成名人,邱小宫文人亲王近代日本天皇的年号来源不是日本文化, 而是取自中国古典文献,如取一经圣人难免而听天下,向名而止为宁治天皇的年号, 取一经大亨以正,天之道也为大正天皇的年号,取了典,百姓昭明, 协和末邦为昭和天皇的年号,要知道近代日本崛起,要求托亚入欧, 中国当时却倒受列强包括日本的七灵,但天皇年号却取自中国典籍, 可见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,今日的天皇当君天皇为名人,尊号继宫, 1933年出生,1989年昭和天皇逝世后登基成为125代天皇,年号平成, 此名取自史记,武帝本纪复义,母慈,兄友,帝公,子孝,内平外成, 名人天皇做皇太子时,迎取了日本皇室的第一位平民王妃, 正田美智子,为古老封闭的皇室带来了料新风, 名人天皇与美智子皇后一直以来,皇妃都出自敬畏,九条等五家, 美智子虽然家世不错,父亲是日清面粉常懂事常, 叔伯父都是大学校长和名教授,但毕竟是平民, 遭到料许多皇族守旧人士的反对,名人态度坚决, 只出尽新结婚对皇室健康的危害,要给皇室注入新鲜血液, 两人历尽周折终于在1959年举行料婚礼, 1500末人目睹料电视播放的盛况, 全国迅速掀起料美智子热, 后来德仁皇太子也于平民出身的外交官小和田雅子成婚, 在此引起轰动,德仁皇太子于然死太子妃天皇继承人危机, 名人天皇以84岁高龄, 虽说或是象征性国家元首, 但仍然工作繁忙, 要出席重要仪式, 国事访问接待, 各项公益活动等一年数百长, 同时天皇每年还要举行30多场重要的祭祀仪式, 新长纪这样的活动还需要天皇进行持续两次两小时的正心危坐, 不允许走神以免对神不敬, 对体力精力要求很高, 故而, 名人天皇已提出退位请求, 经日本政府皇室会议同意宣布, 名人天皇2019年4月30日退位, 德仁皇太子2019年5月1日即位, 名人天皇以前日本允许女性天皇存在, 但现行皇室典范规定或有男性成员才能继承皇位, 女性成员与外人结婚后将失去皇族身份, 成为平民, 而皇室目前男兵担保, 面临继承人危机, 现在的皇室成员或有十九位, 分为媒庭和外在公家两部分, 媒庭有五位, 名人天皇84岁, 美智子皇后83岁, 德仁皇太子58岁, 第一顺位继承人, 雅子太子妃55岁, 进宫外子妹亲王17岁, 德仁皇太子一家外带的四个公家, 又分为职公家和一般公家, 职公家或有一家五位, 皇次子秋小公文人亲王53岁, 第二顺位继承人, 继子妃52岁, 真子妹亲王27岁, 家子妹亲王24岁, 妞人亲王12岁, 第三顺位继承人, 文人亲王一家, 另外三个一般公家有九位, 其中年轻一倍五位全是女孩, 男性成员目前或剩下名人天皇的弟弟, 常禄公, 正人亲王83岁, 第四顺位继承人一味料,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皇室年龄合适的男性成员太少, 天皇制有继承人危机, 这引起料全日本的忧虑, 2006年, 继子妃40岁高龄产子佣人, 皇室41年来中一有料男性继承人, 日本全国上下一片欢腾, 东京主要报纸当天都发情料号外, 继承人危机暂时缓解, 不过, 12岁的佣人亲王作为皇室年轻一辈的唯一男丁, 如果他以后没有男性后代的话, 日本天皇就后继无人了, 优人亲王, 除非在已脱离皇室的旧公家中选择继承人, 但他们早在二战以后已沦为平民, 所以现在允许皇室公主哪至公主的男性, 后代继承皇位的呼声此起彼伏, 日本天皇制未来如何演变, 我们拭目以待, 再次感谢, 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 感激。